柯文哲说该处分就处分 但也不是说一次就把人家全部给打死 所以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柯文哲要保黄珊珊来当立委 柯文哲要大家不要开甲黄珊珊 不要一直去指责黄珊珊 这就是柯文哲保珊的话语 直接讲出来了 大家也想要问柯文哲 请问你今天面对黄珊珊的这种事情 难道最后柯文哲 只想要记黄珊珊警告而已吗 过去民进党的立委陈欧珀 跟IMB的主贤挂钩 民进党也做出记警告的处分 被民众党也骂翻了 那这一回黄珊珊惹出来的事情 是把民众党的清廉情政给陪葬掉 是把民众党的财政纪律给陪葬掉 是把民众党的声誉也给陪葬掉 一个党的诚信都快要名誉扫地了 柯文哲的用意是只要让大家 或者是让中平会 只对黄珊珊祭出一个 微不足道的警告处分吗 如果你真的只祭黄珊珊警告处分的话 这样子小草们能够吞得下这一口气吗 所以柯文哲真的要三思啦 柯文哲他的假仗风暴都还没有平息 但是这一整件事情谁到底该出来负责 就已经有三个很明确的标的要出来负责了 第一个就是不管账的财务总管李文忠 再来第二个就是不知道账务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再来第三个就是不懂得集合账务的会计师端木正 这三个人都有责任 结果民众党出来开记者会 没有找端木正 就只有李文忠和黄珊珊 就这两个人在记者会上面 疯狂编尸端木正 还有这种这么武器不平等的战争 所以你可以看到黄珊珊 李文忠然后都跳出来一直来轰端木正 那重点是黄珊珊更扯 黄珊珊把这一切的责任都推给谁 推给会计师漏报误报虚报啊 所以所有的错都是会计师 谁叫你这个账目对不清 你就擅自调节 你也没有跟我这个党部说 所以我完全不知情 然后还去提告了端木正 千错万错都没有黄珊珊的错 但是民众呢 依然是启动了相关的调查 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开了中评会 大批的媒体在整中评会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中评会 他们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应该请当事人下周 我们再来召开中评会 请他们到时候与会来报告 各方意见你包括说 开局黄珊珊 我们各种意见都有 好最后华董跟大家说 中评会的结论就是没有结论 下周二会再来开一次中评会 再来讨论一下 同时也会邀请到当事人来到了现场 也因此这一整件事情 黄珊珊会到 但是李文宗还有端木正 早上看到的消息好像还没有联络上 所以这两个人会不会到 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大家觉得很荒谬啊 荒谬的一点在于说 为什么开中评会 然后可能要处理一些有违纪的事情 但是你们没有传当事人到场呢 所以你开这两小时的中评会 是在开心酸的吗 所以民众党漏报账务说是低级错误 这一次漏找当事人来中评会说明 这又是另外一起低级错误吗 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想不透的 你用其他理由跟大家推脱都好 结果你今天居然说 因为当事人没有来到现场 所以我们移到下个礼拜 再来召开一次这个会 大家到底谁能够接受 但是华董也有说 这里头确实有蛮多的声音 也有这个声音要来开闸黄珊珊 所以保黄珊珊的声浪有 开闸黄珊珊的声浪也都有 等于说民众党现在陷入两派嘛 一个是保三 然后一个是扎三的这样的一个派别 那么黄珊珊她的下一步 有哪一些剧本呢 我们去查了一下 那个民众党的有关于 这个党纪的规范 总共有三个剧本 一个呢就是警告 另外一个叫做停权 再来更严重的就是除名 总共有这三条路给黄珊珊来走 可是如果按照昨天 中平会开会环的结果 大家所看到的是 黄珊珊不在这三条路里面 她果然又走出了第四条路 这个第四条路叫什么 留校查看 这个第四条路 入什么入 这个第四条路呢 就如同国会改革的暂时处分 同样的道理 先留置在一旁 等待之后再来决议 所以把黄珊珊给暂时处分了 那这一切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中平会不敢开闸黄珊珊 为什么中平会不敢给出结果呢 所以这个背后的原因当然 柯文哲的意志很重要啊 因为柯文哲在这几天给大家的态度很暧昧 他没有说要开闸黄珊珊 只说这个责任当然要厘清楚 同时他也讲到两个字啦 四个字叫不要添乱 现在不能够再添乱 所以很显然中平会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还是得要考虑到柯文哲意志 如果柯文哲都说不要添乱 然后现在中平会还来开闸黄珊珊 这某种程度上面也是在添乱 那黄珊珊毕竟也是柯文哲在柯市府任内 算是正统的接班人马 所以他在党内里头当然会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中平会就想拖就拖嘛 但外界有要让你拖吗 很显然没有啊 就是每天媒体一早都会去等柯文哲 然后黄珊珊要不要辞不分区立委 完全都萦绕在柯文哲的耳边 所以今天也不例外啊 今天大家一样来问到柯文哲啊 我们来看一下柯文哲怎么样来回应 黄珊珊该不该辞立委的事情 我跟你讲哦辞职走人最简单 有时候要留下善后才比较困难 所以所以我也跟你讲说 这个该是谁的责任 谁又出来把它弄好 这是我的态度 该处分的要处分 有政治责任啊什么 但是也不是说一次就把人家全部干掉 这也不对啦 好柯文哲说该处分就处分 但也不是说一次就把人家全部给打死 所以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柯文哲要保黄珊珊来当立委啊 柯文哲要大家不要开甲黄珊珊 不要一直去指责黄珊珊啊 这就是柯文哲保珊的话语 直接讲出来啦 你不要干掉人家嘛 那为什么要立保黄珊珊 因为一旦黄珊珊被停权 或者是黄珊珊被除名 民众党这一席不分区立委就不见了 这知识体大 所以怎么能够轻举就能够下这个定论呢 而且还传出柯文哲在找代理人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黄珊珊到底是不保吗 可是照柯文哲这样的说法 看起来好像黄珊珊还能保住他立委的位置 可是大家也想要问柯文哲 请问你今天面对黄珊珊的这种事情 难道最后柯文哲只想要记黄珊珊警告而已吗 过去民进党的立委陈欧破 跟IMB的主贤挂钩 民进党也做出记警告的处分 被民众党也骂翻了 那这一回黄珊珊惹出来的事情 是把民众党的清廉勤政给陪葬掉 是把民众党的财政纪律给陪葬掉 是把民众党的声誉也给陪葬掉 一个党的诚信都快要名誉扫地了 柯文哲的用意是只要让大家 或者是让中平会 只对黄珊珊祭出一个 微不足道的警告处分吗 如果你真的只祭黄珊珊警告处分的话 这样子小草们能够吞得下这一口气吗 所以柯文哲真的要三思啦 那你说把黄珊珊除名这件事情 好像非常的严重 那换个换个换下面的那一个处理的方式 如果停权黄珊珊呢 让黄珊珊停权呢 为什么要让她停权 让黄珊珊先想一下 她在这一整件事情里面 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让黄珊珊自省 因为黄珊珊直到现在 她好像还不觉得自己的错很大 而且她还拉一整个 台湾民众党下水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 黄珊珊的说法 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好 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就 就应该要负责任 所以台湾民众党会负责任的 把所有相关的这些资料 做完整的比对之后 再一一的该跟社会大众说明 我们的确是人力不足 没有把事情做好 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现在要厘清的是责任 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问题 好认同黄珊珊的说法 请加一好 不认同的请扣一好 等一下来看一下 大家的回应 黄珊珊怎么说 她说台湾民众党 会负责任的 把这些资料比对 还说他们的确是人力不足 所以那我就想问 为什么人力不足 你知道为什么人力不足吗 因为那一段时间黄珊珊在想着 怎么样子把蓝白盒戳破 所以才会人力不足 不然选举的时候 哪一个政党人力是足够的 民进党可能比较足够 钱比较多 国民党看起来也是手忙脚乱的 选举的时候 哪一个政党人力是足够的 就好像我们要考学策 我们要考指考 哪一天有书读完的时候 可是偏偏有人会考满级分 有人可以考到一百分 所以你要跟成功的人去找他成功的方法 而不是为自己的失败来找借口 对不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 黄珊珊都是一直在找借口 大家都扣衣 不认同黄珊珊的说法 而且他强调的是 什么都是台湾民众党 什么都是我们 所以一切没有一句话的主词 叫做我 都没有黄珊珊自己的事情 什么东西都是民众党 什么东西都是我们一起来承担 黄珊珊你不是竞选总干事吗 陈婉慧都跳出来说 一个CEO什么东西都不用负责吗 很多民众党员说 看那天的记者会看不下去 就是因为黄珊珊的这种态度 再来黄珊珊说什么 现在要厘清的是责任 不是个人的问题 所以他说请大家不要讨论个人 白话文就是你不要讨论个人 现在是每一个人责任要厘清楚 你们不要把炮火都放在我身上 可以吗 简单来讲就有点是这个意思 但是黄珊珊你没有责任吗 你责任就摆在眼前 你身为总干事 然后你都不用看账的 上面有你的签名 那个账出去有你的签名 结果你都不用管这些账 然后你跟大家说要来讨论一下大家的责任 不要谈我个人 你个人就是一个问题了 你个人就有责任得要来处理了啦 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 也就是戴利林 食乐的负责人 就是民众把那个账都灌到那个戴利林 他们的公司里面 这一次前几天 戴利林还上三立的节目 侃侃而谈 那为什么说这一次整个中平会要处理黄珊珊 戴利林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 因为戴利林她是黄珊珊的好朋友 那你现在就觉得很奇怪 如果今天戴利林是黄珊珊的好朋友 她发现她的账有问题 她也跟黄珊珊反应了 可是为什么最后戴利林忍不下去 直接透过康仁俊来发声明呢 所以黄珊珊在这一整件事情 她到底跟戴利林怎么沟通的 沟通到最后整个事情 然后让民众党已经被连续追打 一个礼拜了呢 所以黄珊珊跟戴利林之间的商讨协调 然后讨论黄珊珊整个砸锅啦 当厂商觉得很紧张的时候 她为什么最后反而去找康仁俊来爆料 为什么黄珊珊没有办法让戴利林很安心 觉得她可以度过这一起风暴呢 那就是黄珊珊她的处理态度上面 她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家不会查 结果查出来满满的都是问题嘛 所以当天戴利林还跳出来说 不知道是她认错人还是她眼睛不好 我觉得这个已经表示出 戴利林已经绝望到一个极点了 那我先说我看完戴利林那一整天的那些访问 我自己觉得民众党跟她之间那个价码怎么谈 那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所以外界说什么 哎呀你那个造势场合怎么花那么多钱 什么场地费执行费之类的 我个人觉得那是民众党跟戴利林之间的 那这一个事情你说有违法吗 看起来不是说违法啦 那等于说就是小草们能不能够接受 因为很多人都质疑说 为什么你们办一场活动场地费啊 或者是椅子啊之类的 要把这个费用开得这么高 那这些部分 我觉得是民众党自己的家务师 那你们要去比较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就没有 如果没有违法的话 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就只是拿出来要继续来攻民众党而已啦 那如果今天戴利林都对黄珊珊很失望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这几天来 其实黄珊珊出面在谈的时候 也没有特别去谈石勒汉尼奥 就是对石勒汉尼奥这一整件事情 他必谈啊 那等于说你今天要怎么样处理好 你跟厂商之间的关系 恐怕也是中平会未来会来讨论的关键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厂商按捺掉 不要让他气势到三立啊 这样子在还有年代啊 继续来来报这个民众党的丑闻 我觉得这个是黄珊珊 这几天真的要好好做的事情 这KS芦珊怒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一样再把它拿出来抹 很多人都说好像在抹油漆一样 但是呢它纯天然的味道 然后在你夏天被晒得红通通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KS芦珊舒缓凝胶 来让你保湿一下你的皮肤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